路加福音一章十五十六节 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妇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 是指着约翰他要在神的面前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淡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妇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淡酒通常是指发酵后的葡萄汁 酒精成分比较低 并不像今天的葡萄酒 浓酒希腊文是源自于亚兰文的 和希伯来文的一个借来的词语 那么这个Seka是可以说是葡萄酒 或任何可以使人麻醉的类似酒的饮料 不论是从大麦中得来的 还是从蜂蜜或海藻中蒸馏得来的 淡酒和浓酒就像第十四节中的欢喜和快乐 其实这两个词语是一个意思 圣经使用这两个术语是在强调 任何能够麻醉人的饮料都是被禁止的 施洗约翰将成为被分别出来 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些人 所以他滴酒不沾 相反的 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以夫所书五章十八节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难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身上看到 他从来没有碰过酒 反倒是他是被圣灵充满的 求主帮助我们效法施洗约翰 与这个世界的享乐文化分别出来 可慕被圣灵充满 放胆传扬福音 感谢观看